好冷好冷冷氣調高溫 直接切到30度 但這麼做 你可能還是會感到寒風騷騷 原來正確做法 是拿起遙控器猛暗降溫 網路教學20到22度 是暖房最佳溫度 風口朝下中風 隨之而來的 就會是一股暖流 浪費點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 棉被蓋厚一點不要開 而穿上身保暖的羽絨外套 冬天出場率高 髒了該怎麼清洗 網友傳授 不要用直立式洗衣機洗 羽絨服沾油污 要擠牙膏 用清潔精噴溫水刷 袖口髒則能白醋和小蘇打 混合溫水 毛巾擦拭 甚至能加入護髮素 而洗完皺成團 這時吹風機上場吹冷風 便用衣架敲散羽絨 人體已經洗完之後 它就是變成殘留 那個羽絨就黏住 我們都是用洗衣粉 原來溫熱水 加洗衣粉手洗 或丟滾筒洗衣機就可以 再以觸中和洗劑 二次清潔 羽絨就不會巴住洗劑 洗不乾淨 最後拍打波松晾曬 花點時間 不夾他人之手 自己在家 也能洗羽絨外套 記者 流氓冰網上台中 蔡蓬報道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